2月17日夜晚,台湾女星陈美凤在社交平台更新动态称,从明示开台至今二十几年了,大家依然能一起聚餐,画家常,这是多奇妙又棒的缘分,真的很开心,很珍惜。 其中,陈美凤晒出的数张合影引起了网友的热议,据陈美凤晒出的照片来看,现场除了演员张成光,明示前总经理陈刚信,她的女儿主播陈寅,以及方馨,王建复等台湾本土剧男女主角之外,最让人意外的便是48岁的男星黄维德了。 其中,陈美凤还与黄维德、张成光两人一同留下合影,照片中,张成光倒是与以往的模样变化不大,反而是黄维德,许久没有在银瓶见到她,没想到这次再见时已经判若两人。 她戴着圆框眼镜,留着稀疏的胡渣,虽然大奏出男风格,但由于发福太过于明显,无法驾驭这套造型不说,反而显得油腻了许多。 不得不说,这样一对比起来,63岁的张成光显然要比她保养得好太多。 在社交平台上翻看黄维德的近照,发现她早从去年开始就已经保持了这样的造型。 虽然说起来有点尴尬,但这样的造型的确不太适合已经发福的她,特别是跟以前的白面小生的模样差距甚远,光是观感上就差了一大截。 前几天,黄维德还录制了一段视频,视频中的黄维德完全可以用捧头购面来形容了吧。 如果别人的造型那是不羁,黄维德这大概就是没洗脸了吧。 难道黄维德的造型师没有告诉过她,大叔造型并非每一个人都能驾驭吗? 稍不留神,那就真的便有利大叔了。 除了不修蝙蝠的胡须,还肉眼可见的发福。 话说回来,黄维德这些年一直都在走下坡路,前前后后拍了不少剧作,却没有一部走红。 所参与的节目均为各大社交平台推出的活动,似是大的商务资源比较匮乏。 前两年她还破天荒地出演了两部网络电影《新包青天》之《血丑谷》以及《新包青天》《南侠弥暗》,但也依旧没能掀起一丝波澜。 后来干脆就跑去直播带货了。 而身为演员,至今为止,黄维德曝光量最多的并非作品,而是当年和伊能静的一则丑闻。 2008年,网上突然传出一张男女在街头牵手的画面,照片中的人正是黄维德和伊能静。 当时,伊能静的身份是哈林·于晨庆的妻子。 两人早在1986年就已经相恋,为了能够一直陪伴在于晨庆身边,伊能静还曾一度放弃在日本发展的大好机会,不顾身边人反对,毅然回到台湾。 2000年的时候,双方与美国注册结婚,婚后伊能静诞下一子。 他专门写了一本书,用来记录和丈夫这些年的爱情故事。 后来,伊能静还和于晨庆一同合作了那首快制人口的歌曲《春迷》。 在外界看来,两人郎才女貌,恩爱有加,亦是业内公认的模范夫妻。 结果谁成小,他竟然被拍到与黄维德食指相扣。 据说,他们是在2006年拍摄《大清后宫》时相识,因为同样来自台湾,所以有许多共同话题,从而慢慢走到了一起。 更令人纷纷不平的是,彼时黄维德也有一个已经交往十余年的圈外女友,名叫陆威文。 而在照片曝光后,他没有第一时间道歉忍错,反而连忙将全部责任都推给了对方。 是伊能静主动签的,我也是受害者。 本就对之,口诛笔伐的众人欲加义愤填膺,讥讽黄维德不仅花心,还没有担当。 总之,一张照片就这样直接打乱了三个人的生活。 据传,好面子的于晨庆因为无法接受妻子背叛自己的事实,在家中痛哭不已,甚至因心情过度压抑,足不出户。 随后,他便当机立断和伊能静办理了离婚手续,两人从此分道扬镳。 而伊能静早前一直在业内树立好妈妈、好妻子的人设,在照片被曝光后,他的全部代言都因形象不好被撤掉。 就连已经签约的剧本,也被资方打回,仅仅一个月损失超过600万。 不过,如今时过境迁,于晨庆和伊能静都重新组建了自己的家庭,事业也风生水起。 遭到舆论攻击后,伊能静调整了一段时间,就重新投入到了工作中。 凭借独立顽强的个性,逐渐扭转了大家对他的印象。 在相继出演了《大慈商》、《余大芭蕉》以及《李白》等作品后,没多久便重新获得了大家认可。 2015年,他还和现任丈夫秦浩步入了婚姻的殿堂,并产下了两人爱情的结晶小米丽。 在节目《婆婆和妈妈》中,双方的相处日常甚是甜蜜。 去年,伊能静前去参加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, 秦浩还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自己九岁买的伊能静歌曲卡带,为其加油助力,实在献煞旁人。 而于晨庆在离婚后不仅举办了多场演唱会,还一直担任着《中国好声音》的导师。 2016年,他和台湾民事主播张嘉欣细节连礼,两人生了一儿一女,一家人过得幸福且低调。 回看这12年,只有黄维德一人受其影响最大。 自牵手门事件后,他入行多年苦心经营的深情硬汉形象崩塌,事业就此日益下滑。 要知道,在此事之前,黄维德在娱乐圈可是喧鹤一时, 广受好评的演员。 2000年的时候,样貌英俊的他获得了台湾制作人周游、陈世龙的栽培, 以一部《怀孕公主》从歌手转型成为演员。 紧接着,其接连扮演了《青龙好汉》中的男一号青龙、 《精华烟云》里的孔丽夫,以及大清后宫的男主安雪成, 名气不断上升。 2008年,黄维德更是被导演张继忠清点, 成为了电视剧《大唐游侠传》中的男一号铁摩勒。 按照当时的发展下去,他的前途必然不可限量, 可谁料,就在这时,他却忽然被曝, 与伊能静暗度陈仓,一时失业尽毁。 整整半年时间,都无人再找黄维德拍戏。 好不容易到了2009年,华纳唱片才终于答应于知签约。 结果,就在黄维德准备付出的时候, 恰好,伊能静和于晨庆正式官宣离婚。 媒体们自然不会放过这次机会, 针对此事向其百般追问, 黄维德被逼得剧足无措,流泪满面, 好好的一场付出发布会,就这样成了闹剧。 自此开始,他的演艺生涯就走上了无止境的峡坡路。 除过狼牙榜中的欲望令人印象深刻以外, 黄维德几乎再没带来其他让人耳目疑心的表演。 2016年,其主演的《开封府》开播, 黄维德想要借机证明自己, 于是在社交平台上发文, 这次的包拯有点不一样, 我的尝试希望你们会喜欢。 结果不但没有俘获观众, 反而还遭到了众多网友抨击。 有人评价称智障一样的演技, 还有质疑老实质勾勾地瞪着眼, 想表达什么人物设定。 见此状况,黄维德做出回应, 他表示自己塑造的包拯并非低嫩儿, 而是一个有血有肉,能爱能恨的普通人, 所以动作神情才会这样。 不解释还好,越辩解抹得越黑, 原本还有部分观众帮击结尾, 可当这番话说出来, 大家全都觉得他输不起。 因而这之后, 黄维德就渐渐消失在了观众视野, 甚至许多新生代都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。 事业没落也罢, 如今已经年过半百的黄维德, 至今没有结婚。 不过, 陆维文倒一直陪在他身边。 当年牵手门事件发生后, 大家都觉得陆维文必定不会原谅他, 谁知他居然是唯一一个相信黄维德的人。 虽然在记者采访时, 陆维文表示, 黄维德来道歉, 自己以睡着为由, 闭门没见对方。 但在最后, 还是他出面澄清男友与一能进的关系, 称两人只是互相打闹而已。 我跟他说, 今天你们两个不必闲才会搞成这样。 也许在黄维德看来, 两人在一起开心就好, 那一纸婚约并无什么作用。 但又或许是因为双方在一起时间太久, 陆维文早已无法割舍掉这段感情。 毕竟, 深爱一个人的时候, 只想每时每刻配在对方身边, 有没有名分都不那么重要。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,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, 欢迎点赞, 订阅, 转发。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